桃園中午皇帝公捐赠消防救灾车给予凤鸣消防分队 10月20号上午正式在凤鸣消防分队举行受证仪式 由消防局第五大队长钟世民出席代表受证 桃園中午皇帝公代表人要见国公主与林廷宏主委 秉持取之于公众用之于公众的信念 平时热心公益不遗余力 新北市消防局第五大队真的在这边深深的一举功感谢 谢谢 那我想这个是第一段 那再来龙王因为捐了这么多的东西 两百万的东西 这边龙大队长这边在家 因为大队长这边管辖了土城树林 三峡英格区域很大 这个是非常大 那我先因为今天是在英格 我讲这边里长里长北 还有我们那个火朝头 我们里长头在这里 我会给你们报告一下 我们这我一定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这个凤鸣分队新成立大概一年 那在这一年里面 我们救护的案件大概跑了一千三百多件 那在救灾的部分 真的没落下 我们这凤鸣区真的还蛮平静的 等一下我会讲到大概一两个案例 那这边要拜托我们的里长 里长里长北和里长 真的要拜托你们 那凤鸣这个单位成立 真的对我们这些凤鸣区 真的是很有效 以前只有一个英格分队 距离是真的比较远 此次桃园中午黄帝公得知 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凤鸣消防分队 在车辆集中备上 亟待添购 又获得新北市议员卓冠亭 及英格地方士绅 卓建宏先生推荐 除捐赠灾情勘察车外 亦捐赠成人气道管理模型 简易QCPR安妮等救护器材 原盘切割机 移动式照明灯充电式油压 撑开器等救灾器材 以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提示无线扩音机等宣导器材 以提升分队整体救灾救护的效能 期盼能够将大爱回馈社会服务信众 并强化在地公共消防安全 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促成了中皇古地公 对于我们英格凤鸣分队的一个支持 那无论是我们的勤务车 还有很多救灾救护的一些物资 今天总共价值约200万元的到位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林主委 以及我们的建国公主 他们全力的协助 那因为我们知道凤鸣分队的成立 是因为为了要补足我们在大凤鸣地区 救灾的能量 那过去曾经因为救灾能量的不足 发生了一些救灾的一些汉事 那在地方的很多人士的争取之下 而凤鸣分队在短短的一年半之内就建好了 也非常感谢市政府的权利的投入 但是因为新的分队的一个成立 其实会有很多的物资 需要大家来帮忙 那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中皇五地公的协助 让我们这样子的协行车 让我们这样子的物资可以到位 那冠亭我可以从中的协助跟促成 我是非常的荣幸 那也要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替我们的 无论是紧销还是易销的弟兄 来加油 第五救灾大队队长钟世明表示 对于本次的捐赠 表达诚挚的感谢 有效缩短救灾救护出勤的时间 及强化救灾救护效能 并提升OHCA患者存活率 也能够支援临近桃源市的救灾勤务 替英科居民的福祉尽一份心力 记者已根基新美采访报导 他们在这一月的散发 这一月的散发 这一月的散发